新年高雄電影節的主題叫未來時代 它會比較偏一些科幻電影 像是喬治美女葉的《月泉之旅》 最經典的鏡頭就是有一個派公船撞到那個月球 那個東西是電影最早期的形式 它用默片用道具的方式去講科幻這件事 你會覺得有點像是魔術師在玩那種幻術 那其實換在現在來看我覺得有一種趣味性 就是說用最簡單的器材還是有創造一個很有想像力的電影的畫面 那是以前的科幻電影的一種形式 所以那時候在想說 如果我把每一個連帶裡面一些代表性的科幻電影 都把它找出來的話 它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樣子 所以甚至我們裡面有找像《大都會》 然後像法斯賓達的《世界彈力之間》 它是最早的駭客任務 都會讓你看到一些科幻電影本身的那種變遷 我後來其實還有再衍生到說 那這樣台灣自己有沒有類似的科幻片 發現說原來1960年代我們就有台語的那種特色電影 那裡面有像神龍飛翔、飛天怪俠 就是它那其實就有點想 現在我們在看那個假面超人啊 或是超人力霸王 只是今天變成用台灣自己的演員演 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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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面有一些老演員 就以前那個焦拉伯那些台語的傳統的老明星 其實他們在那個年輕的時候都有演過這種科幻電影 我覺得那種有趣就是說 你去看過去的東西在觀照現在的時候 會有一種趣味感 蘇維埃科幻力其他一開始剛好是美蘇那個太空競賽的尾端 他們在拍科幻電影這件事情 有一點反映他們科技發展的現況 阿哥福西西那時候拍的時候 剛好是他整個太空科技沒落的時候 透過這件事情在講蘇聯那種共產社會的那種瓦解 阿哥福西西裡面最有名的那樣的潛行者 裡面有一個他創造的城市叫做人眾 所有的人都很嚮往到那個美好的烏托邦的人眾裡面去 所以他們不管千辛萬苦一定要走到那裡 但是結果走到裡面的時候發現裡面只有沙漠 然後裡面只有破壞的城市 他有點像是一種美好世界的一種烏托邦的一個破滅 在沙漠上走的那種太空車 他是有點未來感 就是你在1980年代看到那樣的場景 會覺得說原來蘇聯的科幻電影這麼的不一樣 以前你在好萊塢看到的時候覺得說 好像只有美國辦得到 結果發現蘇聯他也辦得到同樣的事情 只是說他用不一樣的說法在講科幻這件事 今年我們有做一個導演專題叫石井月龍 然後他最新的作品叫沒有人活著 故事實在講也因為病毒的關係 所有城市的人都死亡了 可是他找了18個年輕的學生去圓18種被病毒殺害的方式 所以他可能是一個科幻的形式 可是他是一個曲劇的東西在講這個東西 石井月龍這個專題裡面 就有很多類似這樣的影片 他也很推薦大家去看這樣 另外一個我自己覺得很有趣的是 有一個叫富田克演的導演 他說他是今年法國安太影展的最佳影片 他拍的新片師類圓碗哥啊 他是去找日本一個小城市叫賈府 然後裡面的所有的演員都是賈府裡面的民眾自己去演的 他們在演自己真實的故事 裡面有巴西來的移民啊 也有泰國來的移民 然後也有日本其他城市移過來移民 他們都是在這個小城市裡面 靠工廠工作去維持生活的 他平常也只有唱歌 所以裡面會看到很多嘻哈的音樂啊 或是比較巴西的那種熱帶國家的那種音樂 很像是一個聯合國的方式在那個小城裡面出現 然後他透過音樂的方式讓大家去抒發他生活上的不滿 我覺得那個東西是很有趣的啦 就是讓大家看到說日本這樣富裕的社會裡面 也是有一群對這個社會充滿的不滿 然後跟一些貧窮的問題也在那邊存在著 那這是我比較推薦的兩個導演的一個專題 但是他們拿發揮在這部哪邊 叫發揮到 這是有像雅 accident的 發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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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揮成 實際 發揮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